这里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最权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陆学义教授是这里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社会学研究所负责人 他指出 今天的人们确实是中国五千年来 从未有过的奢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他说这并不是我的研究结果 而是大家都能在大街上看得到的现实 几千万盖个别墅 几百万买辆汽车 一两万吃顿饭 这样的情况之多 范围之广 你们看看历史书 哪里有过呢 在五年前的2003年 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一个新闻专访 为什么一顿饭吃掉了36万 这是当年的节目片段 我知道那一天那桌饭菜 很多的客人 只是动了一下筷子 然后就不再吃了 只是欣赏一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道菜 龙须凤姐 是用上百条铝鱼的须子 做出的这么一盘菜 那么这样的菜只是看一看 然后动一筷子就不再吃了 我在这个汉语词典上 找到了这样一个词 叫抱田天物 它的意思就是任意的糟蹋东西 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里边的各种东西 你觉得这个词用在这合适吗 我觉得不合适 只要在五六十年代之后合适 在现在的这个 你是说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刺激经济消费 加速 没有消费 就没有 没有经济的发达 您看在西方 你是说一百条鲤鱼杀掉 把他们的须子拿下来 炒成一盘菜 您说这是浪费 然后我们只是动一筷子 然后就是欣赏一下 这个菜就扔掉 这也是一种饮食文化 我觉得这一种饮食文化 这是哪个国家的饮食文化 这也是一种 这个说解释我现在也说不放 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 也不能说 因为这个菜是从原来宫廷 都是从宫廷传出来的 但是现在有人指责你 为浪费和穷奢吉语 提供了一个舞台和道具 你怎么回应呢 他的思想还是在停留在 五六十年代 没跟上行事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穷奢吉语也是可耻的 这些古老的美德 国际通用的准则 有没有在那天的那顿饭上 遭到破坏 那天那顿饭上 是大家没有吃完 这也是对的 他肯定不会吃完的 太多了 他也肯定是 肯定吃完 因为我那是一道大菜 就要配四道小菜 我想知道那些饭都扔掉了 是吗 没有 被谁吃了 也没有 就说具体那些菜 当时有些菜 他没吃掉的话 我们就拍成资料了 我们也拍成资料了 然后就 拍成资料 那肯定也就 也就应该是 就浪费 就浪费掉了 你不要以为 看错了 倒掉的正是 没吃几口的 白花花的米饭 甚至还有 整盘的饺子 整盘的菜 它们的确 已经变成了垃圾 在许多的餐厅 这种剩饭 剩一桌的场面 都可以看得到 有舆论认为 尤其是年轻人 和有钱的大款们 干这种事 眼都不眨一下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餐厅的后面 这些垃圾干水 被倒掉之后 一些不法之徒 就开始提炼地沟油 黑心的餐厅老板 再买回来 用它炒菜 再卖给顾客 全国各地 打击地沟油的 法令很多 行动也有很多年了 所以我说人心大坏 就这个样 那时候人 比现在好 当时人 相信人 没有照片 就给文凭 现在不行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敖 今年已经72岁了 台湾最著名的作家学者之一 学识广播深厚 这是前不久 他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 今天 人心大坏 形势大好 人心坏掉了 我告诉他 我到店里去的时候 他看似我 知道我买不起 这些东西 他会倒杯茶来给我 那冰冰有礼的 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处处设防的 我认为当你对人 处处设防的时候 人没有信心了 人变坏了 现在的人心坏了吗 我们可以看看 在街头拍下来的一段录像 地点并不是在中国 在街头拍下来的一段录像 这是2007年广受关注的一段录像 是正在上课的学生 用手机拍下来的 在教室里已经70岁的老师 正在为同学们上地理课 十多名学生打闹说笑 随意走动 活向了自由市场 这时一个戴着耳环的男学生 突然走到老师面前 公然去抢夺老师的帽子 这位年迈的老师 因为有偏头疼 是不得已戴着帽子讲课的 现在这个男生也站了起来 攥着矿泉水瓶子往台上走 有人把瓶子盖砸向了黑板 那个抢老师帽子的男生 再次冲到老师面前挑衅 这个事件发生后 据说学校已对相关学生 做了批评教育的处理 现在讲民族自由开放 谁听谁听 儿女不听父母 学生不听老师 今天社会大乱 乱在哪里呢 伦理没有了 什么是伦理呢 伦理是社会的秩序 是人与人的关系 是人与人的关系 夫妇关系 父子关系 兄弟关系 君臣关系 朋友关系 中国这个五能是将人与人的关系 这个人与人的关系 不是圣人制定的 你要说这是孔老夫子制定的 你错了 不是 谁制定的呢 没有人制定 这是天然的关系 完全与自信相应的关系 我们称为天道 天然之道 自然之道 大圣人 他们明了 他们为我们说出来而已 大家没有了这种认同 这个中国有一个国学大师 叫梁肃明 他就讲 他就叫没有中国人的气味了 那么这样的时间 您讲是80年 可能有的专家学者讲100年 中国人的气味 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判断 就是一国之同胞 越来越陌生 冷漠 而且没有了这种认同感 维系大家的就是金钱利益 这个路是不是不会走多久了 不会走多久 所以你真正想维系的时候 长治久安 除教育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在全世界讲教育 中国人最懂得教育 我们来说化解危机的话 对 您是不是认为中国人 具有化解危机的最大优势 对 最容易得救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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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文中心 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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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就是文革 一切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历史 传统全部都摧毁掉 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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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0年到现在又是经济建设 这100年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100年可以说有两条线 在贯穿着我们的历史 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精神 极度地被摧毁被灭亡 还有一个就是科技 快速地发展 从80年代 一直到现在中国已经20年的时间 没有人再提信仰危机了 大家现在被另外的一种观念 统治了思想 一切都是利益和经济决定一切 有钱就有了一切 这是大家普遍的观念和价值观 但是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中国人没有过这样的历史 我向您请教的问题 就是说要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是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重新回到中国 100年前的价值体系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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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承认 中国5000年来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能够超过他们 真的可以超过孔子 超过孟子 超过孟子 超过老子 超过这个释迦牟尼佛 行 你不能超过 你就要学他们东西 如果是一个大圣人 出现于是 决定是爱事人 所以圣行的教育 总而言这一句就是一个词 爱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也是共同的一个核心 就是爱 所以我团结这个宗教 我有信心 为什么呢 每个宗教的经典的时候 都是讲爱人 没有讲恨人 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的话 代价非常高 主要是 它没有能够找到 人性的核心 你要随顺人性才行 你违反人性 搞一套东西 心里安进去 比如说你的心脏 你原来少 现在把你拿掉 给你安靠一个人工心脏 这个是不正常的 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肯定失败的 代价很高 代价高 最后失败 决定做不到 人性是吗 人性就是伦理 哪一个不希望父子侯母 兄弟有爱 人与人之间 能够有真情往来 谁愿意去骗人 谁愿意去 干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都是媚者良心 做了这坏事 晚上睡觉良心也不安 这个才叫做真理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历史 几千年来 把我们这个民族 一脉相承的价值观 彻底的断绝 抛弃 或者是否定掉 只有几次 我给您读一下 最早是秦首皇 焚书坑儒 独尊法家 把这个孔孟断绝掉了 几十年就亡国了 后来还有就是元朝 那蒙古人统治中国 不相信儒家这一套 也是一百多年就结束了 最后一次的这个 是文革 只有十年的时间 彻底把中国传统的东西 从思想精神 全部都毁灭到 两千多年来的这些历史 是不是能够证明 就是任何执政者 任何决策人 不管什么党派 什么信仰 必须也只能服从于 这条中国传统的命脉 否则的话 很麻烦 它这是自然的 人一定要服从自然 违背自然 想找一套东西来 代替自然 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比如今天的时候 科学技术 它就要违背自然 要代替自然 要征服自然 那么到最后的这个代价 就是整个地球会 现在有我在外国 看到一些科学报道的时候 有它说地球上 这种事情的时候 已经有过几次 这是我们前面一次 就是亚特兰提斯 他说那个时候的 科学技术发展 比现在还进步 那个时候的能源 是从太空去来的 所以这个飞机 这些轮船的时候 用太空当中的 没有任务 没有声音 那么人类的时候 也是相信于 这个科学 可以征服自然 到最后整过 大陆沉担海底 大西洋 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大西国 所以沉下去 就是大西洋 但是现在这个地球上 科技发展的时候 又类似跟那个捷径 差不多了 到达那个爆破天的时候 这个地球 地壳一定是产生变化 有人就会问您这个问题 说这个地壳的变化 海水的变化 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可以把我们的生病 那个细胞 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这种意念 来治病 最高明 按照您这种方法 对 来治国 来跟人与人相处的话 那个地壳会改变 会改变 不错 会恢复正常 人心能够影响 和改变世界 这种说法 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我们来听 这些权威的科学家们 是相信的 这位是美国原子科学研究所 高级科学家 迪恩·莱丁 有另一个方法 在世界上 是推荐到 是以宽物技术 所推荐到 世界上不是这个 计划的东西 而是像一个生物 是一个非常关系 的生物物 并且在空间和时间 并且在空间 在这种地球 我认为 我承认的方法 有更加大影响 现在是一种 像我们物学 サブタイimeter 人们的想法 说法 做法 必然会影响到 周围的环境变化 这种理论 在中国 是个 unidos 其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叫做天人感应。 它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天人合一的原理。 它所揭示的是一种十分圆满的万物运行的法则, 天代表自然万物, 而人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已。 人和自然万物是个整体, 无法分开的, 所以云云众生的所作所为, 云言云行, 必然会影响和改变周围的天地万物。 天人感应一点也不神秘, 它只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反应而已, 几千年的历史和现代的科学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古圣先贤教育后代子孙们, 尤其当自然界或自己的周围发生了一些灾变的时候, 就要警惕和反省, 这往往是上天垂向, 人们必须要尽快忏悔自己的过失和邪恶, 发誓永不在座, 才可能会转危为安, 使一切重新再回到风调雨顺, 平安祥和的正常运行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古老的原则之一, 小到一个家庭, 大到整个天下, 吉凶祸福的运行规律, 全部涵盖其中, 可以说古今中外, 有史以来, 无有例外。 中国人一定要就要知道自己祖宗五千年传统的, 那是神圣的教育, 所谓神圣教育就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教育。 神圣前几年, 九九年吧, 对,九九年五十年, 建国五十年, 我来参加这个庆典, 国家宗教局接待我的, 那是剧长叶小文先生, 他请我吃饭, 就弹起来, 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冷的, 我听了之后, 我说剧长, 那个神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它什么意思啊, 我说神, 你看看, 你用转字写的时候, 你就清楚了, 转字, 这个左面是个是, 是上面呢, 两横, 两横呢, 上面也很短, 下面很长, 那个在古时候这个字就上字, 上下的上, 就上天啊, 下面三条, 三条表示上天垂向,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自然现象, 哪一样不是自然现象, 人生也是自然现象啊,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个神, 神你用转字写出来, 这次就等于三个关口啊, 这一条线贯通啊, 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呢, 你通达宇宙自然现象的, 这个人就叫做神, 我说是这个意思啊, 我说是啊, 如果是无神论的时候, 那就肯定, 世间没有一个人, 能够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 那人不就就变成愚人了, 愚痴了, 他说那我们以后不能再讲无神论了, 我说对了, 没错, 所以你要懂得这是个字什么意思啊, 神这个意思就是通达宇宙, 这个自然的真相,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诸法诗相,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能够通达明了, 这个人就成为神人, 神跟神是一个意思, 神是明了, 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成为神人, 明了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明了, 没有完全通达, 成为贤人, 圣人是完全通达明了, 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这个字的意思你要搞通啊, 你要懂得它什么意思啊,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简体字的时候啊, 这个是很糟糕, 这很多的意思都不同, 都看不出来了, 所以中国文字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 智慧的符号, 你仔细去观察, 你会觉悟啊, 这两个字念鱼寺, 就是囚语的祭祀典礼, 这种天人感应的典礼, 在中国, 比周朝还要久远的远古就有了, 2000多年前的东汉, 鱼寺已经列入国家典礼, 以后历代都有研习, 每年春四月, 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 隆重地进行囚语大典, 这些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 都有详实的记载, 比如清圣祖十路中, 一代明君康熙就尊敬告诫自己的皇子和诸位大臣, 他说, 我已经当政56年了, 大约有50年在起雨, 每到秋收都是丰收, 过去旱灾, 我就在宫中祈祷, 常跪三昼夜, 只吃点清淡的菜, 连油和酱都不敢用, 以表达我摘戒的诚心, 第四天徒步到天潭, 在祈祷, 忽然云雨大作, 步行回来, 地上的水漫过了斜, 后来其他各省的人来经讲述, 才知道那一天, 全国各省都下了雨, 所以我说, 京城所至天地一定会有感应, 明朝的大明会典记录, 1585年, 大汉无雨, 连井里都没水了, 万历皇帝亲率四千多名文武官员, 道天谈其语, 他发布训词, 天时抗旱, 固然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 但同时也是贪官污吏, 刻薄小民, 冒犯天河的结果, 务必要改弦更张, 赤退恶人, 推行仁政。 神宗实录记载, 未到一个月, 咒语带着冰雹, 连降了两天。 在清朝的《适宗实录》记载, 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英明的帝王之一, 雍正多次批示, 从来天人感应之理影响快捷, 凡是地方旱涝灾害, 都是人事造成的, 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 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独职, 或者太守支县不称职, 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 人心奸诈虚伪, 风俗不够厚道, 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河而招致灾殃。 地方遭灾, 官员奏报, 雍正皇帝就批示, 像你们这样的巡抚, 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 天降冰雹, 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 真是太奇怪, 太可怕了, 你们做官十分不妥, 要小心, 何等都府就有何等年岁, 天道随人, 快得很, 实在令人生畏, 在直省都府中, 气量狭小, 浑浑噩噩, 没有像你们二位的, 刚到湖南水换道, 掉到江西旱再来, 去了甘肃又下冰雹, 如此响应, 奇灾奇灾。 又是一位那样, 更新的天窑, 我们知道,